持續帶大家來關心花蓮富凱大飯店的整個拆除進度 今天已經到了拆除來到了第三天 可以看到記者後方的大哥機 已經持續的仍然在進行這個洞工中 而今天呢主要還是會以V字形的方式 從上往下慢慢進行的拆除 而我們也可以看到呢 現在大哥機其實用夾碎的方式 會主要是去夾取的這個頂樓上面的鋼筋 以及這些泥土 為了是不要讓它掉下來的時候 會波及到附近的店家 而土木工程技師也表示說 其實目前的整個拆除進度相當的順利 已經過了最危險的期間了 因為目前已經拆到了第六樓的部分 前面的二三層樓已經慢慢的拆除 整個房屋的重心其實是會慢慢的導震 因此整個的拆除作業來說呢 是相當的安全 不過土木技師工程他們也表示說 還是會持續的來監測 整個的拆除作業的時候呢 會不會造成這個房屋有傾斜 那他們就推估說如果在拆除作業的時候呢 這個房屋有位移大概十公分左右 其實都還是在正常的範圍 不過如果有一瞬間呢 這個位移的傾斜的角度有變大的話 那可能才要進行這個整個的市井 以及停工的狀況 不過目前來說呢 其實都是相當的安全 而土木技師工程也表示說呢 在這個整個的過程中呢 他們都是有一個監測儀的 那這個自動的監測儀 每十分鐘就會回船這個雲端一次 就能夠來隨時的進行的監測